最善良的三立來了沒有 在這裡 在這裡 市長這個韓江沛事前有天跟黨中央溝通過嗎 溝通過 那黨中央能理解我們的想法跟理念 我非常謝謝江啟臣委員 發揮了大五位的道德勇氣 一起來承擔這樣一個挑戰 市長怎麼看現在是負虧其實有意的想要針對院長的位置 我們對於個人的想法會評論 我跟江啟臣聯手是希望 立法院能夠讓人覺得煥然一心 有強大的改革的動力 要做全國民眾的立法院 忠實的反應人民的需求 帶動整個國家前進 對於個人其他人的想法 不是在我們考量之內 那白河選擇江啟臣委員嗎 意思是 我覺得江啟臣委員有點寂寞 你問他兩個問題好不好 市長在外面 主主席的溝通都沒有問題 有溝通過 那下禮拜一 應該會有一個黨內所有的立法委員的一個集會 到時候大家應該可以心中有話 和盤拖出 市長這一次交上去的照片 好像是很多年前的照片 我們這個江啟臣聯合發表的臉書 講得非常清楚 我們有最大的誠意來扮演好忠誠的反對黨 八百萬的台灣民眾 期待 我們能夠扮演的忠誠反對黨 能監督執政的民進黨 做出一個最有效的監督 那既然我跟啟臣聯手 也跟民眾黨講得非常清楚 如果能夠藍白和 江啟臣委員不光是鼻子大 他心胸更大 他立刻又放出 然後讓民眾馬來跟我們藍白和 這都已經釋出最大的善意 而且是真誠的 不虛偽的 還是這次的照片啊 都沒有更新 那就非常感謝大家 我想最重要就是 我跟江啟臣委員會堅定 我們既然攜手雙進雙出 我們就這個組合 來迎接未來立法院 政府龍頭的一個挑戰 那也尋求最大的支持 我們會雙進雙出 我想這是一個核心的理念 再次感謝大家 謝謝 市長今天是宴請不分區的立委們嗎 哪是要爭取大家的支持嗎 哪是要爭取大家的支持嗎 有信心拿下來院長嗎 院長有信心拿下來院長嗎 這個立法院講要韓江沛 你怎麼看啊 因為外界認為蠻酷的 韓江沛當然很好 不是說四年前 韓國瑜就想找江啟臣選中副總統 那江啟臣就在中部那個地方 他基礎蠻穩固的 而且他好像也有意選 下次的台中市長 所以我想韓國瑜找他 互補性蠻強的 那另外當然韓國為什麼 因為立法院長副院長 跟總統副總統不一樣 總統副總統是在一張選票上面 兩個人 那立法院長副院長是分別選的 不是表示我選了韓國瑜以後 江啟臣就變成副院長 而是兩個要分頭去選 那分頭去選 所以兩個都要去拉票 那一般來講 以前沒有過前例是 院長去指定一個副院長 其實以前沒有 但是可能立法院現在有別人也在活動副院長 也許韓國瑜不希望這個人變成副院長 所以韓國瑜就要找一個他主義的人這樣 那我好像看媒體燈說 黨中央說並沒有規劃副院長 這也蠻奇怪 照理這樣也應該規劃才對 不過我看這個韓江佩他們昨天講得很好 他們說如果民眾黨願意推人 他們就離讓 所以他這個等於是一方面 這個阻止黨裡面其他人對副院長有意 或是想要競爭 一方面也跟民眾黨說 你也可以推薦一個人 那倒是民眾黨態度蠻奇怪的 我就有一點 你到底要怎樣 你要自己選就講你自己選 你要支持其他的人就講你支持其他人 要不然你也可以講說我自己就是不推人 我提出四個主張 四個意見看你們誰 這個答案最讓我滿意 我們支持誰也可以 因為他也沒講他自己推不推人 所以現在就變成有一點 裝神弄鬼扑朔迷離 我覺得民眾黨態度也應該自己清楚一點 如果你說好 我自己就是不推人 然後呢你們誰 這個你們誰的回應 我們這個能夠接受我們就支持誰 這也是這種講法 那現在搞得其他兩黨也都有點擔心 說我們回應半天搞不好你到時候還自己推人 或是你到時候說我開放呢 讓我的黨員隨便自己去選 所以現在有一點 打起來在那邊摸不清楚 到底民眾黨想要幹什麼 但我覺得一個黨開大門走大陸 你要幹嘛你就講清楚可能比較好了 市長對於那個韓國瑜 一定你當時我們宣布說 要跟這樣的委員不搭檔 參選 爭取這個政府院長 好跟大家報告 我當過六屆的立法委員 所以我知道政府院長非常的重要 所以政府院長呢 要能夠公平的主持議事 那第二個呢一定要以人聞本 不管是預算或者是法案 一定要以人聞本 那當然站在中部的立場 為了中部的發展 為了中部得到更多的重視跟資源分配 我個人是支持韓江沛 那尤其呢在副院長方面 我們樂觀啟程樂見啟程 那所以呢韓江沛 那對於我們中部地區可以 我相信會得到更多的重視 更多的資源分配 那有聽到說那個韓國瑜要搭配江啟程嗎 那怎麼辦 那是不是說現在終身帶的接班要是 韓市長不管到哪裡都會發光 江啟程我政大外交系的學長 鼻子很大又才華 所以韓江沛絕對是最好的搭配 我相信由他們來接下來 帶領新的國會 絕對可以強力的監督實證 市長韓國瑜現在除了跟江啟程搭配來 我們叫做這個立運的龍頭 不會同時的保留 證明說如果民眾黨願意合作的話 江啟程會願意退 那你怎麼來看 韓國瑜跟江啟程兩位立委 其實都是黨內非常優秀的同志 那兩位同時宣布要選政府院長 我們都給予高度的期待 最重要的是我們面對在野的監督的力量 大家要以民為天 來傾聽人民的意見 好好的發揮民主自然 更重要的我們希望 都能夠為台灣的未來 找出一條更安定環遊武器的路 所以欺負支持他們 加油 因為經過這幾天的討論 因為國民黨現在要立法院的院長 政府院長要推韓昌沛 那你們自己的意願是怎麼樣 韓國瑜跟黃國昌 然後趙紹康也喊話說 副院長就讓給民眾黨吧 韓昌沛是誰講的 就是傳出他們願意這個 然後像昨天有問到一些藍營的人 他們也都對韓昌比較好 因為他們好像比較不信的黃珊珊 哇這實在太有趣了 韓國瑜加黃國昌 這實在是 哇這個畫面很難想像 如果公約講讓給民眾黨的話 你覺得這是可以合作的藍白黃昌漢 這個昨天他們黃國昌不是有出來開 前天吧 就是說重點不是誰要來當 應該說你們有沒有認同這種國會改革的想法 如果願意出 想要選人就要出來說明 一樣嘛 或選人要有證件發表 就是說你希望怎樣 所以不急啦 還有兩個禮拜給大家思考一下